其实我觉得还好 第一个我单身 对 我没有女朋友 所以我也没有在做一些 我不应该做的事情 那我有时间的时候 是不是会跟女孩子出去认识啦 会吃饭啦 会可能 maybe you know whatever 看看电影 whatever 就是一些 一些休闲的这些活动 一定会有嘛 对那是正常的嘛 对 那对我来讲 尤其现在 我确实是想交女朋友 我确实是想结婚 对 但说真的 我的时间又不是很多 因为我常常可能不在一个定着 对我一直在跑来跑去 那是不是会 就是很多的读者 可能很多的一些歌迷 可能很多的一些消费者 会不会误会 可能会 当然我也相信 有很多的一些读者 他会有自己的脑子 他自己也会去想 这些报道有些是夸张的 有一些不是很真实的 说真的到没有 说真的让我生很大的气 对 但就像我讲了呢 我这个人是这样子 英文有一句很好的话 I don't get mad I get even 对 对 你乱写 你过分了 我不用生什么气 我就会 比如说用法律的方式 用一个合法的方式 我去告你 因为你是 如果你真的是一个不实的一个报道的话 对 那最近有没有呢 有一些 对 有一些这样的报道 我爱是蛮多的 所以这些东西 其实我也都在处理当中 所以在 对 所以在我的那个 关于这个DT 关于桃子 REDT这首歌当中 我这里面就有一句 就是不要那么的羡慕 我跟那么多的辣妹 没拍拖 其实我是傻傻地被人家设计 对 因为我曾经有被警告过 就是这个曾经有出去过 然后被拍了照片 然后是记者 直接跟公司的人 我公司的人说 小心 你发 对 那那个女孩子 我跟那个女孩子出去 根本就什么都没有 就只是吃饭 对 可是就被拍到了 而且是一个在你会觉得说 不可能有人在跟 那是一个很奇怪的 为什么会被拍到照片 很悬的 然后被拍到 就拍到也没有什么 也不是 也不是手牵手 也没有做任何的事情 就是去吃饭 对 然后那个女的之后 就接了很多广告 然后她的价码 就马上就提升了 我不用说她是谁 但她自己应该知道她是谁